关于这个Git呢,我们昨天呀,呃,是讲了它的,嗯,基本上主题人我们是讲完了,对吧,主题人我们是讲完了,然后,我们来,呃,再捋一下我们分支的一些个使用,啊,首先呢,在我们的本地呀,我们会有一些个分支,对吧,分支上是会有些个提交点, 是这一次吧,然后,呃,什么时候我们会,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着去新建,新建分支呢,就是我们的提交点呀,不一定是最终有效的,就是你当时写好代码,你觉得可以,你就add,然后commit,就存到你本地的那个分支上了, 是不是对吧,但是后来你发现啊,做到,做到后边发现,你之前的几个提交呀,是写,写的是错,对吧,是不利于后续的继续实现的,所以在你的这个分支上,就有可能出现一些个无效的提交点,是不是对吧,而我们目前就只有一个分支,就是我们的主分支,叫做我们的那什么,master, 对吧,而我们在做软件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希望我们的master分支上的每一个提交点,都是有效提交点, 我们不希望有很多无效提交点,掺杂在我们这个master的这个,这个脉络上, 因为那是太乱了,对吧,但是我们有无法保证,我们的每一个提交,都是最终会是有效的,就会你拍戏似的,对吧,你拍了十天,可能都给你剪掉了,一个镜头没有,对吧,但反正写两月,那最后一看呢,都写错了,可能都砍掉了, 大家其实是这个意思的吗,所以我们就不敢直接在我们的主分支上去做add commit,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拉一些我们的临时分支,对吧,我们常见的模式是我们会拉一个单独的开发分支, 去做我们开发过程中的一些个add commit,去留取一些我们开发过程中的一些提交点,一些个版本,对吧, 那写的功能一,留一个版本,又写的功能二,留一个版本的,行吧,是这个, 所以说呢,我们除了有一个主分支之外,我们会有一个这个开发分支, 比如说最开始,比如说这是我的主分支,然后我在这儿建一个这个我的第一位分支, 行吧,然后呢,我会从我的主分支上切到我的开发分支, 以后我是不是就在这个分支上工作了,是对是吧, 而且你注意一样,当我们新建一个分支时, 比如我在这个位置上建了我的第一位分支,对吧, 那么此时这个第一位分支包括哪几个点, 这个,这个和这个,master呢, 也是,初始时刻,这两个新旧分支是不是有相同的一个一个一个线路, 包含相同的提交点,对吧, 因为Gate分支的创建是干嘛呀,是不是加了一个指针呢, 而这个新分支的指针指向的是当前分支的位置, 能理解不,对吧,默认是这样, 然后后续的开发,我是不是就切到这个分支上了, 对不对,开始做代码的这个编写, 写上Blog就add,committing, 然后形成一个新的交点, 这个时候呢,这个第一位分支的指针会挪在这儿, 然后再提交,又挪在这儿, 然后再提交,又挪在这儿, 再提交,又挪在这儿, 是不是这意思吧, 是不是这意思吧,对吧, 然后写到这儿了, 哎,我当前这版需求的所有功能都实现完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发布一个版本, 就是我Spring1写完了, 好吧,然后我再加功能,加功能1,加功能2,加功能3, 写写着,哎,Spring2也写完了, 然后写Spring3, 咱们相当用的是4,4,对吧, 那么每一个这样的大的版本里边, 是不是都有很多小的功能, 当你把这个功能写完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发一个大的版本, 行吧,是一个, 那么比如说到这儿, 我中心写完了,对吧, 最终一个测试是有效的,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提交点那边的内容怎么着, 是不是合并到我的主份之上, 那我将发起一个合并, 在这儿呢, 形成一个新的提交点, 这个时候呢, 这个主分支的指针会挪过来, 看见了没有, 所以你看, 你中间是不是做了很多很多步啊, 但这些都在你的开发分支上, 而你的主分支呢, 其实就到了一步, 是不是这意思吧, 对吧, 是一个这个, 然后你现在说再开发呀, 再开发, 又加了功能, 这是不是要做下一个版本了, 对吧, 再开发, 再开发, 是不是这意思吧, 开发的开发的, 突然发现呢, 在这一步上, 在这一步上, 看见没有, 在这一步上, 有一个问题, 你用一个问题, 就是你已经写在这儿了, 看见没有, 你突然觉得, 这一步出现了一个bug, 很正常吗, 对吧, 就是跨量用了用了, 有时候也会有bug, 他就想再优化一下, 那我们可以怎么着, 我们可以从这儿, 再拉出一个分支了, 对吧, 再拉出一个分支, 当时分支摸人, 摸人是不是只向这儿, 对吧, 然后基于这个分支呢, 我接着做, 做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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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是吧, 然后, 这个分支呢, 可能会保了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事不是最紧急的, 他是不是就, 我哪天有思路, 哪天我就改一点, 哪天有思路, 哪天我就改一点, 没思路呢, 我就接着写我的这个分支, 能懂得是吧, 那这两分支我是不会同时去工作, 只不过不同的分支, 干的是不一样的事, 对吧, 终于有一天, 这个分支我写完了, 这个分支我写完了, 就是这样的那个bug, 我已经彻底把它改了, 行吧, 那这时候我可以怎么着, 我可以发起一次合并, 这样加一个提交点, 那么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大的版本, 我就可以说, 在这个大的版本中, 我优化了某某某问题, 是对的什么, 然后这儿呢, 这儿也写完了, 那是不是这样再合并, 这又是一个版本, 能懂得是吧, 那么这儿你看, 有分支的话, 它是不是就会很灵活, 在我们做一个软件开发的过程中, 有没有可以随意去拉一些个分支, 它是不是就会很灵活,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来搜一个, 昨天我还是看了一个这个, 这是一个电视门道, 地址我发给你一下, 我们来看, 看这里边我们找到它的分支, 然后我们来看它的分支的这个管理, 不是, 那我们看下一张, 是分支的开发流程, 是吧, 它是举着一些个实例, 从上往下你可以, 客户去读一读, 好吧, 我们先重点看下边, 看到这个分支没有, 看这儿没, 然后它的描述是什么呢, 就是, 这是我们的主分支, 对吧, 主分支上呢, C0, C1, C3, C5, C10, 这是一个提效点, 对吧, 你注意, 它的箭头是反着画的, 其实这个路线是这样的, 它箭头是反着画的, 这是它这个画推展时的一个习惯, 好吧, 所以你要倒着三军箭头啊, 第一个提要点是C0, 然后当程序开发到这一步的时候呢, 它突然有一个新的想法, 它就拉出来一个新的分支, 叫做问题91, 对吧, 这个全称叫做I, S, S, UV, 这怎么多, 19, 对吧, 很实际上, 很实际上, 一个时间19, 对吧, 就是问题的意思, 它从那发现问题, 它就拉了分支出来, 就是这个分支名的1991, 但这个分支它其实并不着急, 它奶奶写完就剩两天, 好吧, 然后呢, 它就接着搞别的开发, 有了C3, 又有了C9, 又有了C10, 到C10的时候呢, 它又拉了一个分支, 它有一个别的想法, 对吧, 它想基于C10, 去接着做这个想法, 它接着做了C12, C13, 这是不是另外一个分支做的提交点, 对吧, 然后呢, 当在它解决这个C1的问题的时候呢, 它写到C4这一步的时候, 它又多了一个想法, 它又拉了一个1991V2, 就91的第二个版本, 对吧, 然后, 你看这是两条路线, 是不是两分支, 都是要解决这儿的问题, 那最终是91成立还是92成立呢, 不一定, 看这种时间的豪坏, 如果它最终发现92, 91V2成立, 那它会把这个C11合并到这个C12, 那是不是就把这个里边的代码都合过来了, 那么这边是不是就都交了, 那如果它这边这个想法, 它这边这个创意, 最终也实现了, 它会把这个C13合到这个重分支上, 那你想, 它那整个的开发过程中, 是不是可以随意拉出很多分支了, 对吧, 那就看你有什么想法了, 你可以随便拉, 拉完之后呢, 这个分支就这么做这个事, 做成了就合过来了, 做不成就算了, 是不是这意思吧, 你想干什么事, 是不是就切到对你的分支上去做就可以了, 你想做你的常规开发, 你就切到你的第一位分支, 你想做一些个, 一些个细节的修饰, 你可能拉到一个额外的分支上, 你接着去做, 是不是行了, 成了就合并, 不成就算了, 能懂这意思吗, 对吧, 然后往下看, 它这是怎么合的呀, 你看它最终合的路, 结果是这样的, 013910, 这是不是今天主分支的呀, 10上边合了谁呢, 合了121314, 这个1213是不是这个分支的, 是不是合过来了, 对吧, 那个14从哪来的呀, 你看, 这个1213, 是这么合过来的吧, 对吧, 你看, 所以这个1213, 是从这儿合过来的, 对吧, 那么这个14怎么来的, 你看这个14啊, 是合的这个, 1991V2, 就是它是做了这个合并, 做了, 先把这个合到这儿, 是不是出来了两个调点, 对吧, 又把这个和这个做了一个合并, 是不是又出了个调点, 啊, 这就是1213, 这个是不是14, 明白了没有, 最终就是一个这个效果, 行吧, 是这个, 呃, 所以关于分支这块呢, 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设计, 大家可以读读这个文档, 然后呢, 再结合你自己的练习, 分支这块呢, 呃, 用好了会极大的利于你后续的开发, 行吧, 是这个, 其实你想, 以后你进组之后, 呃, 常规的分支就是主分支和第一微分支, 对吧, 那你自己能不能拉一些你自己的临时分支, 就第一微上, 我是不是也不希望它太多的无效的点, 那如果这个这个事我确实不确定, 我是不是都不愿意在第一微上去添加, 我再拉一个临时分支, 我先做测试, 我先去做测试, 成了之后呢, 我再合到我第一微上, 那我的第一微写的是不是就更干净, 就比别人写的更, 更, 更, 更利索一点, 对吧,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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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临时分支, 我是不是可以用完之后就删了, 是不是这意思不, 对吧, 这个, 所以分支的使用它其实是很灵活的, 好吧, 是这个, 嗯, 然后昨天呢, 其实你重点能够, 如果能够把分支有相对清晰的认知, 那么昨天那一天就没白学, 行吧, 其他的都是一些的细节的指定了, 能懂这个, 那么今天呢, 我们是要接着从这儿往下说, 我昨天是讲这个协同流程, 是不是没说完呀, 对吧, 我接着往下说, 看我们的这个协同流程, 我们分为两种角色来说这个事的, 等会儿啊, 我们来说这个协同流程, 我们来说这儿往下说, 我们来说这个协同流程, 谢谢大家